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是发文祝贺却被苏贞昌鼓吹成了致电 岛内网友讥讽道 特朗普还没承认败选 还在继续拼战 台湾这群政客已经琵琶别抱 让人想起天龙八部星宿老仙那群 见利妄议的徒子徒孙 时隔一天 苏贞昌不得不对外解释道 民进党当局死前押保特朗普一事持续发酵 虽然蔡英文第一时间发推文祝贺拜登当选 还称现在轮到我祝贺拜登 却越苗越黑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照林维州认为 蔡英文的语气像是在装熟 另一位蓝营民代马文君则说 蔡英文用词轻挑 国民党9号上午举行记者会 批评民进党选前押保特朗普铁证如山 结果现在纷纷转向 硬拗成是所谓在野的国民党在带风向 是要告诉民进党 也是要告诉蔡政府 你既然选前押错保 也不应该押保 你现在的任务是应该要好好的去善后 去好好的修补跟民主党的关系 而不是花了网军的力气带风向 想要让在野党背锅 台湾人民没有这么的愚笨 你也不要再浪费资源 做这一种转移焦点的工作 接下来美国将进入新政局 未来两岸关系有何变化受到瞩目 台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9号上午在台立法机构做专题报告指出 美国与中国大陆竞争态势不变 但是冲突局势或将暂时趋缓 陈明通在受访时还表示 大陆对台政策有其一贯性 所以还是要审慎以对 我们最主要是从脉络去思考 特别是中共最近的一些动作 他有他的政治的议程 原本你可以看到他一系列的讲话 那个脉络我想不会因为美国的总统 这个换的而会有什么改变 台安全部门主管邱国正9号也在台立法机构表示 从现在到拜登宣布就职的两个月时间里 两岸关系将更加严峻 此前民进党当局扬言做好了所谓战争准备 还暗示若两岸发生战争 美方在第一时间会派兵 企图给岛内民众打定心针 然而台安全部门主管邱国正9号称 在两岸问题上台湾要自助 不能够完全依赖外部 美国不管哪个东西 还是走向这个各中有台 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出轮廓来 我们也朝这方面努力 把台美之间的关系做好 那对两岸问题的话 还是注意到我们自己 人家讲自助再添注 不能够完全依赖哪个国家 两岸关系怎么走 备受各界关注 台安全会前秘书长 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奇 7号在论坛上列出 当今两岸显状的七特色全数上演 所谓七特色包括 大陆政局安定 美国政局动荡 两岸互信降为零 美中互信也跌到近年最低 苏奇指出 民进党当局在这半年多来陷入遭遇症 有时忧郁有时狂躁 苏奇呼吁拜登若当选 两岸情势将稍缓 台湾切记走回灶 应该停止推进所谓两国论 才能够营造一块灰色地带 谋求改善台湾经济与人民福祉 大陆政局 的 谢谢大家